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黄铁矿石或的单子硫的时候 是采取的用黄铁矿石和焦碳 把它们混合以后 放到炼硫炉里面 在有限的空气 空气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进行燃烧 整个反应是黄铁矿 两个硫 然后一个铁 它和焦碳 然后在炼硫炉里面 这个氧啊别太多 产物就得不到单子硫了 在有限的空气里面 这样一断烧就得到 单子硫 四氧化三铁 还有一氧化碳 这样从黄铁矿里面就获得了这个 单子硫我们也就得到了 在整个反应过程中 这样一种温度下 生成的这个单子硫它是液态的 它很容易和这个固体的或者是气体呢 分离开来 也很容易分离 除了从单子硫矿 还有硫化物矿来获得单子硫以外 天然气里面 煤气里面 都会含有一些硫化氢 它们也是我们获取 单子硫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而且工业上一些废气里面 会含有二氧化硫 它也可以作为一种硫的资源 来回收 同时呢还具有环保意义 硫化氢和二氧化硫 如何来获得单子硫呢 对于硫化氢来讲 可以让它在适量的空气里面 这个燃烧这个氧气 氧气氧不要太多 在适当的氧气里面一燃烧 那么这一燃烧的时候 硫化氢和氧气反应 就能够得到单子硫 还有水 这个反应 我们在讲氧气的性质的时候 接触过 一定呢量不要多 一多了这个产物就不是单子硫了 而是二氧化硫 硫化氢还能够和二氧化硫之间 作用生成单子硫 二氧化硫它能够把这个硫化氢给氧化 整个过程中呢需要催化剂 来提升反应 提升反应速度 最后呢就生成了单子硫 还有这个水 这是硫化氢和二氧化硫之间 生成单子硫的 单子硫的生产 制备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些 知道如何去获得单子硫 那么这一节第二个问题 我们来讲一下单子硫的性质 单子硫它有两种常见的同属一型体 正胶硫和单斜硫 正胶硫呢也叫做斜方硫和零形硫 而我们正常一般情况下说的指定单子 指的是这个正胶硫 也就是说正胶硫它是生成寒 生成自由能等于零的那个硫单子 正胶硫和单斜硫 这两种不同的同属一型体 在368.6k的时候能够发生相变 晶体之间能够发生转化 温度高于368.6k的时候呢 正胶硫要逐渐的转变形成单斜硫 如果温度低于这个值了 单斜硫呢又逐渐的变成这个正胶硫 但是这个相变转变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我们说逐渐转化 这个逐渐也是很慢很慢的 这样一个过程 再来看一下这个固体硫它的存在形式 固体硫呢它是分子晶体 分子氏呢是以硫巴这样一种形式存在的 这八个硫原子在分子中呢是呈环状结构分布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环状结构呢 这样画出来直接相连 这给出的是硫原子和硫原子之间的间联关系 每一个硫分别和另外两个硫相连 这样逐渐形成这样的环状结构 看上去像一个皇冠一样 如果这个图呢硫原子的间联关系 从上向下浮湿的话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 其中这个白色的呢应该是在上面 我们说上面这四个硫原子 下面呢这四个硫原子呢 就是这个颜色深一点的灰色的硫原子 它们是这样的构型 看一下这个分子是怎么成建的 利用架层电子多互持理论 我们就可以讨论在这个分子里 每个硫之间是如何间联的 对于这个硫里边 我们拿任意一个硫原子作为中心去讨论一下 那既然这个做中心 另外它相连的这两个硫原子就是配体 而且这个硫原子作为配体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怎么样 它不是端基硫 所以利用架层电子多互持理论 计算架层电子数的时候要注意 既然不是端基的硫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电子数算上 因此这个中心硫 它的架层电子总数应该是六个 再加上配体的提供两个 一共是八个电子四对 四对的话它采取的是SP3杂化 那么四对电子两个配体 所以是SP3不等性的这样一种杂化 利用这两个 含有单电子的轨道 分别和这两个硫之间呢 就成建了 每一个硫都是这样成建 最后形成了硫巴分子 把固体硫加热 在融化以后 气化之前 这个硫巴环状结构呢 就会开环形成长链的 这样呢 马上又迅速的冷却 就会形成具有长链结构 和拉伸性的弹性硫 下面呢 咱们介绍一下 单脂硫它有关的一些化学性质 那么单脂硫它能够和很多非金属 单脂进行作用 比如说硫能够和氧 单脂进行反应 生成二氧化硫 再比如说硫能够和单脂浮作用 生成六氟化硫 由于氟的氧化性很强 直接这个反应就生成了最高价态 正六氧 碳单脂也能够和硫单脂反应 只不过这个反应温度要高一些 要在1973K的时候 反应能够生成二氧化碳 单脂硫除了能够和一些非低属单脂反应以外 它还能够和一些大多数的这个金属单脂进行作用 比如说 拱和硫之间能够反应 生成黑色的硫化拱 对于这个反应啊 大家也比较熟悉 实验室里面用来处理少量散落在地面的这个液体拱的时候呢 就用的是这个反应 单脂硫它还能够和单脂体 皆用金属反应 生成黑色的硫化硫体 所以呢我们说 单脂硫啊 它和一些非金属单脂和金属单脂都能够发生反应 再来看这个硫单脂它能够和酸 它和酸碱的作用 单脂硫能够和氧化性的酸发生反应 单脂硫和硝酸反应可以被硝酸氧化 生成最高氧化胎的硫酸 硝酸呢 还原为一氧化氮 单脂硫和碱的作用 与大多数的非金属单脂一样 在碱里面它要发生奇化反应 生成一个氧化数更高的和一个氧化数更低的化合物 比如说硫在氧化钠里面反应加热条件下 产物要得到硫化钠和氧硫酸钠这两种物质 一个氧化数更高一个氧化数更低的发生奇化 同时生成水 关于单脂硫的性质呢 咱们就介绍这些 硫的性质不多 那么你要知道怎么提取的 然后能够发生哪些反应 活性还是比较强的 对 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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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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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易溶解 易发生水解反应 青金属硫化物 第二个特点 易形成多硫化物 什么叫多硫化物呢 我们看 前面我们讲了 说这个富二价硫理子 还原性很强 可以被空气中的氧给氧化 所以硫化钠硫液 它的水溶液 你放置在空气里面 时间一长的时候 这个富二价硫理子就被氧化了 得到了这个单脂硫 生成这个单脂硫 它能够和体系里面的 这个富二价硫理子发生作用 生成了这种多硫理子 进一步的 生成了这种过硫理子 两个这个硫相连 叫做过硫理子 过硫理子 可以继续的再结合一个单脂硫 生成多硫理子 相应呢 就得到多硫化物 我们把这个呢 语言呢 用一个方式表示一下 就是我们说 首先这个富二价硫理子 它要被氧化得到单脂硫 单脂硫又和体系中 多余的这个富二价硫理子作用 得到这个叫做过硫理子 像过氧链 过氧磷子一样 两个硫相连的过硫理子 它可以进一步的结合 这个单脂硫 形成这种三个硫 直接相连的多硫理子 那么这个三个硫的 可以继续的结合 最后呢 生成含有X硫的 这样的一种多硫理子 但是这个X值呢 一般是2到6之间 如果这个多硫粒粒子和氢结合 我们就把它称作多硫化氢 如果形成的是盐 这个物质呢 就称作多硫化钠 就是我们说多硫化合物 硫化钠它是无色的 随着逐渐形成多硫化钠的过程中 而且随着这个硫的原子 树木的逐渐增大 多硫化钠 颜色呢 先成变黄 逐渐变黄 最后呢 变成红色 变黄变红 这是多硫化物的一个性质 简单介绍这些 下面呢 再来看一下多硫化物 前面是多硫化钠的一个盐 介绍这些 现在再来看呢 多硫化物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 多硫化物一般情况下不稳定 遇到酸就要发生分解 多硫粒粒子 这个过硫粒子 遇酸马上分解 生成单子硫和硫化氢 它不稳定 比如说过硫化钠里面 你能往里面加入一些酸 遇到酸以后 马上呢 这个体系就要变成浑浊 是因为什么呢 有单子硫生成 而且呢它还会有硫化氢这种气体 有臭鸡蛋气味的气体呢 释放出来 利用这个性质 我们呢在 鉴别的时候 就可以讨论 加入酸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多硫化物 第二个性质 它具有氧化性 比如说 过硫化钠 它呢 就有一定的氧化性 它可以把还原性比较强的 硫化芽褶 就二架的褶 还有呢 硫化雅锡 包括三硫化二身 然后呢 三硫化二T 把这些具有还原性的一些硫化物 给氧化 过硫化钠 硫化硫化 硫化褶 二架的褶 硫化雅锡 就可以得到四架的这个硫化褶 或者叫做二硫化褶 同时呢 自身变成硫化钠 这种物质 一样的 过硫化钠 它可以把这个具有还原性的三硫化二身 给氧化 得到五硫化二身和硫化钠 那么这个反应 我们在讲身体壁的硫化物的时候呢 也接触过 之所以具有氧化性 是因为这个过硫化钠里面 含有这样一种过硫链 两个硫直接相连 这种过硫链 这个过硫链就和过氧化物里面 这个过氧链是相当的 这样的 那么过氧链有一定的氧化性 过硫链呢 也有一定的氧化性 但是这个过硫链的氧化性 没有过氧链来的强 比过氧链要弱 但是青金属硫化物 那么青金属硫化物 包括哪些性质是什么样子的 它呢 一形成多硫化物 多硫化物介绍了多硫化钠 然后它有什么样的性质 不稳定 预酸分解 然后呢 有一定的氧化性 讲完了青金属硫化物 硫化物里面第二个 咱们来讲一下重金属硫化物 重金属硫化物 有两条非常重要的性质 就是它具有特征的颜色和男人性 那么我们利用这两条性质 可以在化合物的分离和间谍时候呢 用到它 首先看一下第一点 颜色 我们把一些具有颜色的 这个重金属硫化物都记住 那么其他的都是黑色的就好记了 这里边 硫化芯它是白色的 而这个硫化格和二硫化锡 或者说四价的硫化锡 它呢 是黄色的 就这个物质 三硫化二T和五硫化二T 是橙色的硫化物 而这个硫化亚锡 二价的是灰黑色的 硫化猛 最后这个呢 二价的猛 硫化猛 它是浅粉红色的这样一个物质 这些物质呢 都有这样一个比较鲜明的特征的颜色 除了这些物质以外 其他的一些重金属硫化物 硫化银 硫化铿 硫化钳 硫化铁硫化铁 包括硫化骨硫化镍和三硫化二个 或者说硫化个 这些都是黑色的 这是我们常常的